1984年,越南出动百万大军兵临边境。 面对此番威胁,邓公直接大手一挥,下令炮击20天。 直到四个月后,越方才反应过来,直呼上当了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1979年,越方不顾中国警告,在边境制造了几百起流血事件,造成大量无辜军迷伤亡。 在忍无可忍下,2月17日,我国正式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。 在许世友将军和杨德志将军的指挥下,我军一路高歌猛进,打得越军毫无还手之力。 他们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,建立起来的坚固防线,在此事变得毫无用武之力。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我军就攻克了越南北部大部分重镇,越南首都河内已经近在眼前,成为我军的囊中之物。 不过,在完成承接越南的既定目标后,上级还是下达了全线撤军的命令。 此战直接将自诩为,世界第三军是强国的越南,打回了原形。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,在解放军面前,拥有抗法和抗美实力的越军,竟然变得如此的不堪一击,并且战斗结束后,让越南背后最大靠山的苏联也大为震惊。 但碍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关系,苏联不敢直接下场,只能背地里为越南提供装备支援。 但这些对于我军来说不值一提,本以为损失惨重的越南会痛改前非,不敢再做挑衅,但没成想,越南不仅没有收敛,甚至还变得更加疯狂。 1984年,越军卷土重来,集结120万大军进行反扑,强行占据了老山地区。 要知道,当时越南全国人数也不过5000万左右,却搞出120万级别的军队可见其穷兵独武的疯狂程度。 不过这也看得出来,此时的越南是想破罐子破摔,目的就是要将我国一同拉下水。 但最终这一切也只不过是自讨苦吃。 4月份,我国对此专门开了一场高层会议,讨论此次作战方案。 期间各书几件,有人认为应该对老山地区的越军实施特种作战。 又有人认为应该直接派出大军,压境围困老山地区,让越军不占自愧。 但邓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,并认为此事不该打,强调我国的重心应当发展经济。 如果陷入战争泥潭,那么我国必然是最吃亏的一方。 当时我方即将走上发展的快车道,相对于战争,国内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显得更加的重要,且符合时代发展。 因此,最终我军做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举动,那就是炮轰计划落实后, 我军随即向前线运送大量重火力武器,其中包括250多门、66式152毫米榴弹炮,仅一颗炮弹的杀伤范围就达到了500米。 可想而知,如果250多门进行骑射,是何等的恐怖场面。 既然岳方不听劝阻,执意要硬钢下去,我们也不必多说什么,就让一场狂风骤雨来迎接他们吧。 4月27日凌晨,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,随着一颗信号弹在夜空中点亮, 我军250多枚重型火炮,同时向两山地区发起猛烈的炮轰。 一时间,火光冲天,地动山摇,岳军从未见识过如此猛烈的炮击, 当时他们误认为我军组织这么庞大的炮击规模,就是为了后续大部队的冲锋。 因此他们不敢撤退或躲藏,而是冒着炮火修建阵地前沿的防线,最终导致岳军死伤无数。 但这还没完,在接下来的26天时间里,有数不清的炮弹被持续不断地倾斜在了,不到8平方公里的老山地区。 岳军为了避免伤亡,只好躲在提前挖好的战壕里瑟瑟发抖。 眼见实际成熟,我军趁其不备开始发起重锋。 此时疲惫不堪的岳军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,最终,我军仅用6个小时就成功收复了老山, 而岳方直到4个月后才明白我军这样做的真正意图。 此战不仅消耗掉了,大量积压的老旧炮弹,还极大锻炼了炮兵的作战技巧。 反观越南在战后则变得一蹶不振,最终彻底放弃了所有幻想。 本集团